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在BioRxiv上传了COVID-19灭活疫苗的保护力文章 这个疫苗研制十分成功,效果良好且安全性良好 这是第一个COVID-19疫苗的公开数据 而之前的部分疫苗研究虽然进入了临床试验 但实验数据并没有被公布 灭活疫苗是疫苗开发中最传统的方法之一 因为其工艺简单,因此在急性传染病爆发的时候 常常被作为优先开发的疫苗策略 秦川组开发了存化的灭活疫苗 该疫苗为多届疫苗 可以针对多个地区流行的病毒株 研究人员首先在Virus细胞系中培养病毒 收集病毒上清后应用Beta 并内置进行消毒灭活 之后进行存化并制作成为疫苗制剂 研究给予小鼠和大鼠接种Picovac后 在实验动物中获得了高低度SARS-CoV-2特异性癌 接种6周后血清中和核低度可高达 显著高于之前文献报道的康复患者血浆 而且免疫血清反应广谱 可以综合10种不同SARS-CoV-2毒株 研究给予横和后免疫了两种质量 以摸一人的接种情况 发现该疫苗接种安全 所以基本上他们试试了它 与猫和猫和猫 基本上它将会被生产生 很快 大吉大利